好 最後呢 我們要來處理一下 類別形態的次變數 這個啊 基本上呢 大家應該有一點基本的概念 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些變數 有可能是類別形態 它不一定是數字 好 那類別形態的東西呢 當然有各種啦 大家如果對統計學有點印象的話 可能說明目尺度啊 什麼次序尺度啊 之類的 對吧 但如果你真的忘了 也沒有關係 我們馬上看一下下面這個例子 這個還記得我們剛剛講過二手車 對吧 所以稍微複習一下 看回歸報表的話 可以看R2 64% OK OK啊 然後呢 擷具斜率 OK OK啊 PValue 讚讚讚 感覺不錯 這個樣子 好 那實際上我們在現在在看的時候呢 嗯 64%是不錯 但其實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存在嘛 對吧 所以 這個人就想說 嗯 顏色感覺也有差 感覺上啊 這個鐵灰色啊 就比較普通一點 但是車子如果是什麼銀白色啊 或者是什麼亮白色啊 感覺就好像很厲害 所以呢 他決定要把顏色也納進來做分析 但顏色這個東西啊 你想像一下 一輛車 我知道它的顏色是白色 下一輛是紅色 下一輛是紫色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呢 並沒有辦法說顏色是數值 對吧 所以我必須要做一些資料的處理 才能夠做回歸分析 那這個資料的處理啊 是很有趣的 比如說呢 你不能把紅色編成1 藍色編成2 紫色編成3 白色編成4 你不能這樣亂編號 然後就把它當成數值丟進去回歸分析裡面 我看過非常多的學生 他們都會把類別變數編碼成數字 直接丟進回歸裡面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有些東西天生看起來就像數字 比如說 月份1到12月 這種東西就很容易被當成自變數 直接當成連續變數丟進去 但是呢 顏色這東西 如果你亂編碼會怎麼樣 紅色你說你編1吧 綠色你編2 黃色你編3 白色你編4 然後你就當成這個數字直接跑 回歸Excel或者是這個軟體 它一樣會跑出來 可是 只要你把這些編碼的數字換掉 你就編7 4 2 8 對吧 沒有人規定不行嘛 你就會跑出完全不一樣的結果來 那這個不make sense 所以呢 我們要使用一套 原則上 你不管怎麼編 只要你照它的規則編 出來的結果都不會受影響的方式 這個編碼的方式就叫做 虛擬變數的使用 虛擬變數 顧名思義就是它其實是虛擬的 它其實本來是不存在的 是你為了處理類別變數而新增的字變數 它呢 英文叫indicator variable 或者叫dummy variable 它是用來反映屬性的人工變數 取值為0或1 什麼意思呢 今天 左手邊這裡是一個例子 每一輛車其實我們都知道它是什麼顏色的 而且呢 這裡已經用數字來呈現了 我們把白色的車子編號為1 銀色的車子編號為2 其他的我們就編號為3啦 那你說為什麼其他的是3 可能其他車子出現的次數很少嘛 以此類推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的顏色這一個欄位 事實上呢 就是標了三種車款 白色 銀色 其他 這樣子 它們呢 是所謂的明目尺度 對吧 就是你其實這個數字不代表什麼大小關係 也不代表什麼加點層數 都不行 它實際上就只是在講它的顏色 就是一個編碼 那我們呢 不要把這個東西直接丟進去復回歸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新增虛擬變數 怎麼新增 我們啊 就去新增兩個欄位 當你的一個類別變數有三類可能的值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生成兩個虛擬變數 做法是這樣 所以當你有k個可能的值的時候 你就會生成k-1個類別的虛擬變數 為什麼呢 我們基本上是做這件事情 注意看喔 顏色這個東西有三種可能 那我就生成兩個字變數 我問你 你是不是白色款 跟你是不是銀色款 如果今天你是白色的 那你的白色款這裡就打1 不是白色的 白色款這裡就打0 好 那銀色款是一樣的意思 如果你是銀色款 你就在銀色款這裡打1 其他的東西你就打0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你仔細想想 這樣子如果你兩個欄位一起看的話 你看到10就表示它是白色款 對吧 因為它白色而不是銀色 如果你看到01表示什麼 表示01的話就表示它不是白色 是銀色 那如果你看到00呢 看到00就表示它是其他款 對吧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做虛擬變數的編碼了以後 我們就看著我們的虛擬變數們 就可以回推我們原本 顏色這一個類別變數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做的事情是 我們會把顏色這個欄位刪掉 我們不會把它丟進回歸模型裡面 我們會做的是我們會把里程數白色銀色當成自變數 而價格當成硬變數 我們會這樣子去跑回歸式子 大體上來說是這樣 那你仔細想想我們為什麼這麼做 回歸的基本邏輯是什麼 y等於β0加上β1x1加上β2x2加上β3x3 對吧 回歸呢我們也知道 任何一個係數是什麼意思 任何一個係數是說 當其他自變數維持不變的時候 我的這個變數加1 我的y預期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今天你把白色款當成是x2 那如果回歸跑出β2 那表示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表示說 如果其他變數都維持不變 所以銀色款這個欄位也維持不變 那麼這個時候我的x2 從0變成1的時候 那表示什麼 銀色款一直維持在0 而白色款這個變數從0變成1 那不就表示我這輛車子 其他東西都不變 就是顏色從其他款變成白色款嗎 對吧 或者啊 如果今天你想像是x3是銀色款 在其他變數都不變的前提下 你就是單純的銀色款從0變成1 那不就表示你這輛車子從其他款變成銀色款嗎 就是這麼一回事 什麼叫做從其他款變成銀色款 意思就是一輛車拿來 你呢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就去把烤漆烤成銀色的 我們就想知道你這個烤漆烤完了以後 預期可以幫你的自變數 幫你的這輛車增加多少的成交價 這樣子就叫做其他款變成銀色款 所以啊 我們在做類別變數的時候呢 我們事實上都有一個比較的基準 00那個編碼就是比較的基準 英文我們叫它reference level 中文大概就是比較基準吧 我們等一下看到白色款的係數 它就是我白色款相較於其他款 預期可以多賣多少錢 看到beta3呢 就是銀色款的係數 那就是其他款跟銀色款 你把其他款的車拿來烤漆成銀色款 預期可以多賣多少錢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呢 我們在這樣子的話很快就可以理解 如果顏色事實上有k種 k種顏色的話呢 我們剛剛不是說你就要有k-1個 虛擬變數嗎 因為你一樣是用0000 當成是你的基準 0000是一種車 0000也是一種車 依此類推00001也是一種車 所以呢 你就會有六種 當你有六種車子的顏色的時候呢 你就會需要五個虛擬變數 因為這是第一種顏色 第二種顏色 第五種顏色 第六種顏色 每一個係數都是在跟0000代表的那一個顏色 之間在做比較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好 於是回歸就跑出來了 這裡呢 我們可以試著理解一下 我們一樣會看到r square 喔r square看起來上升了 對吧 然後呢 我們剛剛是64% 現在變70%了 換句話說 顏色這個東西有一定的效果 然後呢 里程數一樣就是有個負的影響 另外白色款跟銀色款 各有一個數字 0.091跟0.330 好 所以白色款的係數 0.091 銀色款的係數 0.330 因此解讀是什麼呢 在里程數不變的前提下 跟其他款相比 白色款可以比其他款 預期多賣90塊 OK 所以一模一樣的車拿來 從其他色烤成白色 你就是會得到 多90塊 預期可以多賣90塊 銀色款 可以多賣330塊 所以某方面來講啊 他好像在告訴你 如果你持有一輛二手車 你要不要在賣之前 先拿去烤漆 如果烤漆需要200塊 烤成白色就不划算 烤成銀色好像就有搞頭 大概是這個邏輯 那你可能也想問 那要是白色車拿來烤成銀色款 會怎麼樣 那雖然這個模型 沒辦法直接告訴你 但其實你可以推論 白色比其他多90塊 銀色比其他多330塊 那這兩者之間當然就是多 大概是240塊左右 大概是這麼一回事啦 好的 R square現在變成70%了 所以現在還有29.1% 是沒有辦法被解釋的 但29.9% 寫錯了不好意思 然後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表示 我們剛剛加進來了 顏色這個自變數 在至少這樣子 也可以再多解釋9% 這個一般來說算是還不錯的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一樣看PValue 對吧 所以白色款這個東西 它的係數不僅是正的 而且PValue會告訴我們 我們對它的信心程度 很不信底在這個例子裡 信心指數只有 現在應該說P值是0.2 大體上來說還算偏高 比如說比0.05大對吧 所以表示什麼 我啊 看到了許多白色車 看到了許多其他款的車 控制住他們的里程數和銀色款 讓他們保持一樣的前提下 一模一樣的車 從其他變白色 預期多賣90塊 歷史資料看起來 確實是有賣稍微貴一點 但是 我們目前的證據不足以推論 這兩款車子 白色跟其他款 真的平均售價真的有差異 說不定你在多抽個50筆或500筆車 這個差異就會消失 這個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呢 證據並不足 我們雖然看到在這個30幾量 30幾量裡面 看起來平均起來 好像白色款有比較好賣一點 控制住其他變數了以後 看起來白色款好像有比較好賣一點 但是我們的證據並不足 因為PValue是偏大的 這樣 反觀來說呢 銀色款我們就蠻有信心的啦 因為銀色款的這個330 其實離這個其他款 確實是感覺就比較遠 而且PValue確實也小 表示在這個例子裡面 銀色款和其他款 確實是存在有顯著差異的 不是巧合 模型在告訴你 雖然你只抽了100量 但你再抽1000量1萬量 他應該也是這個結論 應該也是有差異 他大概是在講這件事情 OK 所以啊 某方面來講呢 如果你看白色款的P值不夠 P值太大 嚴格講起來你應該做的事情是 好那我再多抽樣 抽100量不夠對吧 那我就抽500量 看看是不是還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個邏輯是什麼意思呢 你在台大裡面假設你就去隨便路邊 訪問學生 你就問同學你身高多高 這樣子 如果你問了10個同學 他們的平均身高是175 假設啦 你問了10個 比如說男生好了 台大男生問了10個 平均身高是175 你就想說 嗯 台大男生的平均身高 應該是有大於170的吧 但是你只問了10個人 感覺雖然這裡是差距有5公分 但不是很可信嘛 對吧 那你如果問1000個台大男生 他們的平均身高還是175的話 差距維持不變 但是你樣本數變多 這肯定比較可信 對吧 所以啊 現在你看到這個差距90 你覺得信心不夠 不見得真的沒有差距 可能只是樣本不夠而已 你再多抽個300輛500輛車 搞不好 它P值就會變成一個很小的數字 你可能就有證據相信白色款 是有寫出差異的啦 大概是這個樣子 如果您沒有想要從 那邊看 我們有沒有想要回來